有房客擅自把房屋隔間 當起了二房東來轉租 引發糾紛 在臺中是有屋主指控說 房客違反了租賃契約 把城中的透天錯 五間房間隔成了十一間 以審判決屋主勝訴 但是房客必不見面 還繼續當二房東 曾太太站在自己的四層樓 透天錯前控訴 去年五月起 她將臺中大理這棟房屋 出租給張姓房客 但對方卻將透天錯的五間房 在隔成十一間雅房後 轉租 當起二房東 並且私自更換門鎖 屋主曾太太發現後提告 臺中地院一審判決 張姓房客敗訴 需交還透天錯 但她卻避不見面 手機也變空號 曾太太感到相當無奈 類似的租賃分爭不斷 職業律師提醒 張姓房客未經屋主同意違法轉租屬於違約 房東曾太太固然可以收回房屋 但張姓房客已經提起上訴 須等最終判決結果才能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所以這是目前我們在成都上要非常小心的地方 真的非常危險 有時候房屋房客租進來 然後就不搬走 那常常這種情形在形式上 有時候也沒有辦法構成竊戰 那在民事上也都要有法院的這個強制執行才可以 為保障租賃雙方的權益 建議可以將租賃契約依法辦理公正 日後如果有法定終止契約的室友 房東可以在不經過法院判決的情況之下 申請強制執行 要求房客搬離 台中市消保官強調 租賃房屋房客應依約定方式使用 在未經房東同意前 房客不可擅自變更使用用途或裝修 並且建議房東可將租賃契約依法公正 一旦房客違約 就可不需經由法院判決 先行申請強制執行 要求房客搬離 記錶面鳳龍濤 台中報導